哈里夫妇登杂志,墨绿配色巧秀恩爱,以梅根为主导的关系显而易见 9月15日一个欧洲王室成员巨堆诞生的吉祥日 每年都会有三五位王室成员同天庆生,西班牙的莱迪西亚王后 瑞典维多利亚女王处了夫婿丹尼尔亲王以及维埃出走王室的叛逆王子哈里 每逢9月15日看到最多的就是蛋糕和祝福语 生日一过就遇试着这三位分别迈入了49岁、48岁和37岁的人生 在莱迪西亚王后和丹尼尔亲王频繁庆生的同时 哈里王子写期搞了大动作来庆祝自己37岁的生日放杂志封面照官宣录选 《时代》、杂志2021年最具影响力100人榜单 这算是一份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惊喜 比起年度时尚榜单和最受欢迎王室成员等虚名 这份2021年最具影响力100人榜单显然是对夫妻俩最大的价值肯定 也是对夫妻俩离开王室后投身慈善事业的最大鼓励 虽然免不了被说头领王室光环有温沙血脉一掌 但不可否认离开王室的一年多里夫妻俩比以往低调了许多 并且一直在慈善方面有所作为疫情严峻期间私下外出作分发源 着装朴素低调 连少有的身影都是在民众摄影头中发现的 即使已经身怀六驾 梅根也不忘助力女全事业 挺运度唯有色女性发生 夫妻俩还利用RQN搭建了不一样的慈善平台 致力于心理健康以及儿童慈善事业的发展 此次以夫妻当初登、时代、杂志 既是哈利37岁生日最好的献礼 也是夫妻俩自证有自食其力能力的高光时刻 夫妻俩的杂志封面照片选用了经典且不易出错的黑白背 哈利王子一身简约黑色西装 梅根、马克尔则是一席白色连体裤 统一的酷帅风 简单金属配饰的加持增添成功人士的豪气与贵气 另一张杂志背景秃色小借服装搭配秀起了恩爱 夫妻俩统一橄榄玉配色 哈利简单的墨绿色西装内搭白衬衫 梅根则是橄榄玉高灵针之衫下搭阔腿裤 瞬间有职场C、P的赶脚 通过夫妻俩的造型以及肢体语言 可以发现梅根、马克尔完全是夫妻关系中的主导者 哈利王子每张图每个视角都是以妻子为主为先 在宠妻狂魔人设下也颇有点女王背后的那个男人的即视感 从英王势立场看 哈利王子是个还没长大的叛逆孩 但从梅根、马克尔的角度看 若有一男人为记你的出身不记你的过往不惧未来 为爱你一人 就算重叛亲里也未曾松开过你的手 那是不是这样的爱情在妻美之余还有点让人羡慕呢? 不论其他,对妻子,哈利做到了一个丈夫应尽的职责 据悉哈利梅根这次夫妻和提索拍摄的杂志大片是由摄影师帕里 杜克维奇在齐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豪宅中拍摄的 杂志内关于夫妻俩的简介是由J.O.S.Anders 与哈利梅根自创慈善机构Virtual合作过,来撰写的 主要就是赞扬夫妻俩的慈善心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对他们不认识的人有自己的看法 公爵和公爵夫人却对他们不认识的人富有同情心 他们不只是发表意见,他们还悲响斗争 既然慈善心已经被合作者J.O.S.Anders所追捧 那希望之后哈利梅根能不忘初心继续在美国的慈善之路 对得起曾经每位朋友不曾吝啬说出的赞扬之词 也抗得住那些流言飞语与时间的考验 通过夫妻俩的造型以及肢体语言,可以发现梅根 马克尔完全是夫妻关系中的主导者 哈利王子每张图每个视角都是以妻子为主为先 在宠妻狂魔人设下也颇有点女王背后的那个男人的即视感 从英王势立场看,哈利王子是个还没长大的叛逆孩 但从梅根、马克尔的角度看 若有一男人不计你的出身不计你的过往不惧未来 为爱你一人,就算众叛亲里也未曾松开过你的手 那是不是这样的爱情再淒美之余还有点让人羡慕呢? 不论其他,对妻子,哈利做到了一个丈夫应尽的职责 据悉哈利梅根这次夫妻和提索拍摄的杂志 这次大片是由摄影师帕尔·杜克维奇在齐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豪宅中拍摄的 杂志内关于夫妻俩的简介是由J.O.S.Anders 与哈利梅根自创慈善机构合作过,来撰写的 主要就是赞扬夫妻俩的慈善心 因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对他们不认识的人有自己的看法 公爵和公爵夫人却对他们不认识的人富有同情心 他们不只是发表意见,他们还奔向斗争 既然慈善心已经被合作者J.O.S.Anders所追捧 那希望之后哈利梅根能不忘初心,继续在美国的慈善之路 对得起曾经每位朋友不曾吝啬说出的赞扬之词 也抗得住那些流言蜚语与时间的考验 声明,文章为原创,未经本人授权不得到用抄袭,为者必揪 图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